Hello 大家好 晚上好 不是叫晚上好 晚安 是中國大陸的人叫法 晚安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明天星期一 又有新的 工作天開始 歡迎大家收看桑普頻道 我是桑普 希望大家comment, share, subscribe,youtube,patreon 每月定額 付費支持 台灣協會的一些事業 也希望大家能夠看完廣告 看完這段片 也都來到 領用Superfan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人 這個都是 不厭其煩地說 希望大家鼎力支持 我們今天說什麼呢 當然在講正題 關於拜登 被逼供的問題之前 我們首先要講一下 今天很精彩 今天下午有一場 有兩場活動參加的 一場我 負責要講的 是一個guess speaker 余杰主講 刺品名夫先生 和我都是講這個評論的 鄭孝衰和汪正惟 鄭孝衰是滿洲國 即是三十年代 上世紀三十年代 在東北成立的一個 法律政權 但是鄭孝衰是滿清的為神 不示異主 講到 共和 就是最終要劃向共產 共產最終要劃向什麼呢 共管 就是各國共管 那麼他這件事呢 覺得這件事是沒有一個黃綱失墜 黃綱解扭的結果呢 結果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當然啦 我不是帝制的擁護者啦 但是鄭孝衰他對於 國民黨 共產黨的分析呢 是非常鞭匹入裡 另外就是關於汪精唯 那麼汪精唯這個問題呢 我都講了很久了 我認為他不是漢奸 亦都不是 即是說他是完美無瑕的人 他亦都會有 判斷上的失誤 但是人雖無過 馬後炮的可以很多 但是他很看清楚 反共的重要性 他的投降 不是真的的投降 而是說 根本你不能打 因為 蔣介石不斷在燒 很多很多 去抗爭的一些 即是必要性 使得 抗爭的很多資源 使得很多人 想打都不能打 因為軍隊不再駐紮的地方 立刻撤走 人被人屠殺 黃河缺堤 90萬人死亡過100萬人受災 長沙 誤信日軍來湖南省主席 張志忠 投降 燒了整個長沙城 這些東西完全不是 日本做的東西 而你自己是防禦失當 包括 1937年12月的時候 要撤離開南京 唐生智 守南京城的主席 日軍未到自己先走 整個軍中無主席 結果 軍事互相踐踏 死傷的人數 絕對多過所謂的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所以我就說 很多的地皮流氓 很多本身的地方的勢力 導致當地的血腥死亡 而這個數字遠遠多於日軍 真是屠殺的人 這場戰爭當然是不義的 沒有人會說日軍打中國是對的 但我可以這麼說這場是三輸的戰爭 日本輸 當然 當然中國也輸 美國也輸 它是慘勝 拿回日本 即日本能夠 即 密克亞失將軍能夠做得到 但是中國完全是赤化 所以我們說這段歷史出來 很重要的 遲些有機會再說這段歷史 不浪費大家時間 另外有一場活動 就是關於 一個是報導者 台北的媒體 舉了好背叛了很多別開心面的活動 講之後很多人的目語 就是藝術家 也都看到 VA王sir在 也都會有 陳建文和朱牧師 朱耀明牧師 他們說到 離開香港的時候 留下的 和帶走的 朱耀明牧師展示一本 1978年 他一直使用到現在 是離開香港來台灣的時候 少數帶的物品 就是一本聖經 這本聖經裏面有很多的標注 也都是 紙質已經泛黃 甚至無可 不是黃 很簡單 黑的 所以這本聖經對他來說相當有意思 也就是講道的時候相當重要的一個 文件 你看到 聖經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 信仰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 現在 他已經在台灣安居 希望健康快樂 這個是我們 衷心 希望他能夠 快樂的一件事 我們講到這 今天的事情 有很多東西要教 晚上先和大家做節目是有原因 因為 日體要出去做事 晚上和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搜集一些資料 和大家說 最近拜登面對困局 那麼上次我們會說到 拜登和 中共 中共 變論之後 只要有常識 沒有偏見的人都知道 拜登基本上 變論是失敗的 OK 那麼很多人說 辯論失敗不是代表他一定是 是不值得做总统的 那你继续做吧 那你继续讲吧 我只是说 如果当你自己 亲自你们民主党人 训练在那个大卫营到这么长时间 找了这么多个语言专家辩论专家 训练拜登这么长时间辩论 而所有的规则都你拜登定的 找CNN 时间 地点 电视台 游戏规则 甚至一般的总统辩论是不会休息的 90分钟由头踩到尾 但是你两次的 就是commercials 就是要播广告 那我就觉得很无聊 为什么会派播广告呢 你由头踩到尾 你不肯 你要播两次广告 都是你要设定的 最后你要 游戏规则怎么做 传闻你讲的 结果你在这个地方拜下阵来 而我都说过了 离开的时候 川普见步如飞 离开过去后台离开 拜登向前台离开 而离开的时候 之前 Jill Biden 他的太太 要先上去 参扶他 半参扶他 帮着他 下楼梯 然后行动次换 和那两个主持人握手 这一幕自己看回片 很清楚的 这个是个重点 然后CNN整个commentators room 整个anchors 那些讲义的评论人 一面倒这样说拜登失败 那你辩论失败 是不是代表不投票给你呢 各人有各人决定 但是我呢 由始终都不是他的支持者来的 而我认为他的表现相当差 证明他的体力不振 81岁 是不是有能力能够带领美国 再创高峰呢 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觉得 你说川普78岁 我先不要说年纪呢 我只是说 身为一个人 两个人 谁是体力充沛 有斗志 有imagination 有雄心壮志 是很清楚 这个不是说川普是个con man 就是坏人 拜登是一个good old man 用一些方式 老好人的方式 来blend这件事 不要做这些blending 好与坏 很多从事实来看 是不是 谁跟中国过重寿命 整场90分钟的辩论 主持人CNN 中国背景这么多 一个问题 十一大的领域 没有一个讲中国的 侵侵主动提中国 真正说这个拜登 是一个manchurian candidate 拜登根本上不去反共 也都全程 拜登根本上没有讲过中国的东西 而这样你觉得 被其风是件好事吗 我不以为言 我认为你本身 你也都不会回答问题 一直否认否认 以后你不会讲中国的问题 而今天你不断讲 一些所谓的俄罗斯的问题 沃南问题 以色列问题 但是中国呢 是不是 这个身为总统 是不是应该有个说法呢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好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个问题 我们上两节的 连续讲了拜登 川普的辩论 已经一段时间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越发烤 就越有一种叫逼供的味道 今天我和余杰和刺带鸣夫说了 聊天 我的意见 我不说别人的意见了 我的意见就认为 拜登基本上是被逼走 机会不大 我这个维持我原先上一集的一个研判 就是说他依然都会继续做下去的 选下去的 为什么呢 你不选下去 前所未有 因为一次的辩论 也都没有人做宣判 然后你党内的人就逼你攻 于是乎就拜拜了 说你是一个一生人的恥辱 欠缺辱 就是今天你不是通过人家一人一票 用选票逼你走 也都不是党内的重新的初选逼你走 而是因为呢 你已经初选已经投了你票了 你去辩论了 辩论不行 于是乎你投降走人 你一生人都蒙污 而且你想想一下 拜登都一直都会说 他的丈夫一直会坚持参选下去 OK 你问他白宫里面的人都说 没有退选的必要 但是整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的左派媒体开始发工 这些发工的原因不外乎两个而已 民主党里面的极左派 或者反对民主党里面的建制派的人 就是一些比如说AOC OK 一些所谓的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 包括Kamela Harris 哈利斯在来的一帮极左派 一帮以所谓年轻人教授为主 屈干的人 其实对拜登素有不满 他们要逼供 但是逼供你没有注意process 民主党已经通过党内初选机制选择拜登 而当时没有人去挑战他的 现在捧一些人出来 比如说奥巴马的太太 当然奥巴马在后面 担装很多东西 大卫营的训练和他有关 但是奥巴马的太太出来 他是不是一个老人家 OK 另外你说 不如加州州长 Newson出来 Gavin Newson出来 Newson都说 其实我不会背叛拜登的 我也要遵守这个忠诚 所以这两个人到现在都没有公开过 他自己任何的心绩 要去参选这个 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第47届总统 好了 在这个时间很多人逼供 那你找谁呢 你走 你玩完 找到的人都玩完 选举最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后才保证那些人 证明你用智不坚 如果你今时今日 你很希望想选总统 很希望为国为民服务 Why not earlier but so late 而整件事等于 你整个拜登和侵侵辩论的唯一收益者 就是这个替捕拜登的人 谁想做的丑隐呢 是一个大问题 我认为这件事很难的 你这个人都选到的机会都很难 你临慎换仗 换仗就是一个仗能够背得起 输出他的政治程度怎么算 忠诚度怎么处理 而他这个换仗是否能够撼下侵侵呢 我觉得是难的 所以我想现在这件事就是死马党换马医了 一条直路踩到尾 找拜登代表民主党算到底 我想这是最极有可能的做法 不过政治上升慢变的 Let's see有什么变化 但我发觉到最不寻常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帮后面有没有中共的势力做指挥呢 除了说极左派之外 有没有中共在后面做事呢 都要值得去探讨 尤其你看到很多左派的媒体 和中国共产党过重受物的 根本是用这个方式来搞乱美国的一些内政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不敢写明 我不敢说一定是 但我说有个Placeholder去检验一下 可能没有可能有 但这个值得去仔细探讨 我先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拜登的辩论中表现令人失望 很多美国盟友纷纷开始准备迎接 川普的第二次执政 世界知名的美国媒体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发布社论 指出拜登没有通过自己的测试 应尽快退出本届总统大选 《纽约时报》的编辑委员会 在当地时间6月28日 以为了服务他的国家 拜登总统应退出竞选 这个标题写了一篇重要的写论 是《纽约时报》的628写论 记住这篇很重要的 提户灌顶的一篇写论 这个极少有这样的情况 这篇写论自出 拜登627晚上出席辩论会的时候 难以解释自己将会 在第二个总统任务里面 实现什么目标 也都难以回应来自 川普的挑战和質疑 他这个写论里面 清晰再表明 他说 更难以要求川普 Lies 失败 spelious 和其他一些惊悚的计划 去负责 即是他没有去川普 当然了 川普有什么值得是川普 你要川普他可以 那你当然 纯相事件 但他完全没有做到交白卷 这个社团认为 拜登的整场辩论会里面 不止一次难以将整句话说完 是啊 我看了很多次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即是我听得明白他每个英文字 但我完全不知道他整句话想说什么 不是我理解问题 我发觉连New York Times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还容易以为我不懂 很久没听美式英文 是不是我有问题 其实不是 是连New York Times都觉得有问题 这篇的社论认为 这一次的辩论会是由拜登向川普发起的挑战 但辩论的结果是清楚显示 拜登可能无法带领民主党和侵侵抗核 拜登先生说 拜登先生Mr. Biden 现在需要面对的事实是 你想想他连总统都不说 Mr. Biden不是President Biden 拜登先生现在需要面对的事实是 他没有通过自己的测试 无法通过自己的测试 这篇社论强调 美国民主党完全无理由 冒着国家稳定和安全的风险 强迫美国选民在侵侵和拜登两个有缺陷的候选人之间 做出抉择 拜登参与辩论会之后 令美国人民亲眼见识了拜登的衰老和虚弱 8点都直接踩到很白 认为选民们会忽略拜登的状态或视而不见 就是一场豪渡 其实你不要当我们是蠢的 意思是这样 New York Times的编辑委员会透过X前Twitter 发布社论的折损 强调拜登已经不是四年前的候选人 认为拜登现在唯一可可履行 而且最伟大的公共服务 就是宣布他不会继续竞选 连任美国总统的职务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唯一唯一最伟大的事就是quit 就是整个毛泽东最伟大的事 是1976年的时候他呱呱呱呱呱 是吧 你都劝你这个习近平 你唯一最伟大的公共服务 就是不再做你的皇帝下去 不再做你那个国家主席 党总书记和这个军委主席下去 你不能跟我说 你最伟大的事就是这件事 证明你是垃圾 不过社园都承认 如果只能在拜登和川普之间做选择 他们仍然会支持拜登 这个也是唯一毫无疑问的选项 你看 New York Times的首输两端又劝他走 唯一最伟大的公共服务 就是不做 但是怎么说都好 两个人之间你要选下去的话 我都支持你的 你说这些事就是首输两端 公爷是你赢 志就是我输 莫名其妙 往往都是这样 如果你这么说 拜登当然不会退 但是这个社论认为 民主党里面仍有其他优秀 令人说服 信服 而充满活力的候选人 能够和侵侵竞争 拜登不是民主党里面唯一有能力 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的政治人物 就是说 玩个个吧 一定有更好的 但是拜登的竞选团队却对这篇社论痴之以鼻 好像林郑 痴之以鼻 曾经担任白宫幕僚以及美国众议院的团队 共同主席Cedric Richmond发布公开声明时表示 拜登在上次选举中也失去了 《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的支持 但拜登最终赢得了这场选举 《纽约》的竞选团队也发出公开声明指出 拜登是现任总统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 目前拜登已经公开表示自己不会退出选举 所以在这个时候寻求改变已经是太迟了 It's too late I'm late I'm late I'm too late 这个是谁呢 就是White Rabbit 在跌入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之前 讲的说话 It's too late 谁选的 是你民主党员选的 不是我选的 我没有权选的 我就是美国的选民 各位 你们支持民主党的一些人 你们选出拜登出来的 OK 那这个是要埋单的 一定埋单的 8月中会有这个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这个党代表会正式做提名 那这个正式提名里面只有一个候选人的拜登 没有第二个了 等压选他 因为你们提名的人只有他一个 其他已经走了 现在要再启程序 It's not the due process we are following 你不符合程序公义 所以看下这个民主党自己攬炒自己 自己拿石头砍自己一脚 自己设计所有的辩论 连单挑这个辩论的都是拜登团队做的 你自己输了一个自己开启的一场擂台 是不是多么可笑呢 是吧 另外一个发行长达 150多年的阿特兰大宪政报 也都发表写论 直指拜登应该退选 所以问题就是 越来越多报纸这么说 阿特兰大宪政报说 美国总统为了国家利益而急流勇退 有前例可尋 第一位总统 即斩樱图树的 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连任两届之后 虽然是64岁 但仍然放弃 竞选三年霸 当时的美国 没有这个连任限制的 这个所谓的八年任期限制 我上次的节目是说错了一件事 这个地方要自协的 美国总统的任期 就是八年而已 即是两任为限 一任四年 两任为限 侵侵做了一届 45届总统 拜登46届总统 侵侵如果当村47届 是可以做下去 4加4 8年 但他不可以再选第48届总统 即是说他不可以 4 之后再选4年 再选8 不可以这样 是4 隔了4年之后 再多选4 所以 特朗普未来 所任命的 選擇的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人选 是很关键的 即是说去到48届 这位副总统人选 肯定其中一个 Candidate 成为代表共和党参选的人 除非他很弱计 否则他的表现大家会看到 当然不只是副总统可以做 这个没有一定的情况 但他选择副总统起码拿入场券 去选48届总统 虽然我上次说 川普可以做8年是说错的 他顶多可以做4年 这是美国宪法规定 这个美国宪法规定是近这8年才有的 在300年前或者400年前 当时的美国的接近300年前 当时美国的第一届总统选举 是没有任期限制的 他自George Washington是自己放弃第三年任的 George Washington就是华盛顿 当时说岁月的流势 每天都提醒他退休是必要的 这边社论就说 拜登你岁月的流势 能力的不足 体力的不升任 提醒你退休 急流勇退 收皮退算是必要的 社论表示 总统拜登目前也面临同一个状况 他在辩论会上未能传达 对美国未来强大且连贯的远景 并且无法反驳侵侵的言论 也都没有概述自己上任 至今三年半以来的成就 社论强调无论竞选对手有谁 拜登能否承受未来四年任期的精神和身体考验 身心俱疲的考验 都是令人担忧的 因此如果拜登真的希望阻止 侵侵入主白宫 必须交棒给下一代的民主党核领导人 并在八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其他候选人 这篇亚特兰大宪政部的社论指出 拜登先前已经取得了党内的候选资格 是基于他最有可能在大选中击败侵侵的民调 但现在的情况看来 显然已经有改变了 社论认为如果拜登拿出从政生涯的勇气和尊业 追随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交易部 仍然退休 无疑是再次光荣地为国家服务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你的退休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或者你的失败也好 我认为不如用你的失败去使得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更加紧要了 民主也不能选择 你说你不行 但你没有了 死马当活马依不停滚上去 不停不知你吃什么 搞得你滚到好像金霸王一路上去 那你就自己搞了 我只是说这样搞出大问题 看回民意调查 就发觉到很一面倒 神间咨询的Morning Consult做的民意调查显示 根据美国的新闻网上Axios的报导 6月27日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会之后 六成是60% 的选民认为拜登总统definitely or probably应该被取代 六成已经少了 网上CNN18台71% 接着你看回CNN整体的民意调查66% Axios所公布的Morning Consult 一个左派的资讯公司都认为六成选民认为拜登总统当然或也许 应该被取代 由其他人出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报导说这份有2068名受访者回应的民意调查结果 支持了民主党阵营中换人 各族总统大选的呼吸 在民主党的选民中21%表示拜登当然不应该被替换 20%应该说也许不应该 你想想这个情况加上只有42% 而基本上60%都认为当然也许要换人 这个调查要求受访者在拜登和川普总统之间做选择的时候 45%选择拜登,44%支持川普 所以你想想,没有群体基本上比较大部分支持拜登 还有这样的群体里面,60%的选民要求替换拜登 你只要支持川普,希望拜登不要被替换 如果你说换拜登的话 当然你会制造一个Factor X有新的变数 在这个情况下,竟然有六成的选民认为要换拜登 可以这么说,在左派民主党的支持者里面 拜登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 这个结果跟川普在13万美元封口费相关 涉及偽造商业记录共34项罪名查成立之后的民意调查 是雷同的,即基本上这个情况是他们的民意调查 据这个报道,Morning Council说,拜登总统没有立即输给川普 但观看这个辩论的多数回应者57%表示,川普的表现优于拜登 这个当中包括19%的民主党人,60%的独立选民和93%的共和党人 可以这么说,兵败如山倒 如果你今时今日有60%的独立选民 接近两成的民主党人认为侵侵赢拜登的话 基本上这个选举,拜登提前是拜拜的 未选已经输了,这个很显然的 我想很多左派的支持者,我想很多香港的评论人 我不说哪些,我想大多数评论香港事务的评论人 都依然认为我们要支持拜登的,我是不认同的 我是少数派,但我认为最后的胜利者是属于侵侵的 而我认为他胜利是值得的 拜登阵营的发言人 Seth Shuster批评这个民意调查结果的架构 他说,尽管拜登顶先侵侵一个百分点 并表示拜登不会退出,这个是这样说 这个神间资讯机构说,这一份透过线上访问的 网上访问的民意调查 经过加权以趋近登记选民的目标样本 这个误差范围在正乎两个百分点以内 这个就是他们的说法 这个就是这样看 另外有马斯克,也都说得很清楚了 Elon Musk,即是Twitter的老板 也是Tesla的老板 科技富商马斯克认为6月27日的总统辩论会 是为换掉拜登的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做准备 他说拜登只是会说话的木偶 认为美国大选的辩论会 是民主党为换掉拜登的民主党候选人身份的一个设定 当然这个说得很sacastic 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未必是 那真的表现是这样的 那你自己拱你上去表演 你都搞到这样了 我觉得民主党是尽力想推拜登的 但难泥腐不上壁 有什么办法 我不是歧视老人 绝对没有歧视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一个体力智能 触回应的问题的人 他口才 其实我口才都不算好 他口才最比我差 那你想想他自己本身如何去选总统 对不对 那这个口才很重要的 是挺重要的 即是说你要懂得做事 又要口才强 其实你这种东西 在美国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才呢 是偏要找一个81岁的拜登出来选 你想一想 本身就已经很荒谬的事了 是吧 曾各族民共和党党内提名的 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Nicky Hailey 就认为民主党需要换了拜登 但是共和党也都不好 因为因为情绪的变化 认为他必然对共和党有利 他重新 候选人都必须接受 认知能力的测验 cognitive test 这个基本 是很简单 今天是什么日 2024年的6月30日 答对 但拜登连这些是否答得到 都是一个问题 是否男女女性 你姓什么 你妈妈姓什么 你的外祖母姓什么 这些是cognitive test 请问红色和黄色 加上什么颜色 cognitive test ok 如果你答不到一些基本的问题 你便出局 做过两次的 特朗普就说Ace 100分 看看拜登做多少分 凯利在华尔街日报 我知道特朗普当时 对于decentes 对于希腊 很多攻击的东西 但我想现在尘埃落定 大家亦都相见好了 凯利在华尔街日报 6月29日刊登访问中 民主党应该换人 而共和党不应该就此推定 拜登被换掉 之后必然有助于特朗普的选程 反应提高警觉 他说他们会明智耳对 会找更年轻又活力的人 会找一些会找来经过考验的人 这是共和党人要为被换上来的人 做好准备的时候 如果民主党被拜登继续选下去 绝对不可能成功 这个和我想法完全一致 希腊是President Trump第45任总统 川普的任内第一任联合国大使 但在今年大选共和党初选头两个月 和川普激烈竞争党内提名之后 希腊最终人气不敌川普 3月退出选战 5月底表明她会在11月总统选举中 投给川普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会支持 我觉得希腊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才 她访问中说她一个星期前和川普有良好的对话 但没有讨论她在接下来的选战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就是希腊在5月底表达之后第一次和川普对话 凯利说经过拜登辩论会的表现 如果拜登继续留在白宫 代表着对国家有风险 因为她在辩论会展现出来的是软弱 我们的敌人正好看到 现在到明年1月20号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5个月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看到原来全世界看到 拜登如有这么弱鸡的总统来 这是美国的不幸 也是我们很多盟友的不幸 所以大家要上法条 凯利曾经初选的选战说 主张连过75岁的政治人物都应该强制进行深置能力测验 她在《华尔街日报》的访问中 将这种测验和候选人需要财产申报作类比 再度呼吁联邦公职候选人应该自愿接受测验 她说华府充满老人 选民需要知道哪个能够 哪个不能够去面对有关的挑战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番说法 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拜登的夫人 这个是Jill Biden 依然都是力挺她丈夫的 引起了民主党内部地震之后 大家看得到 这个 很多人就会说 唯一对她有最终影响力的 就是第一夫人 Jill Biden 我看Jill Biden Jill and Jill Jill Biden Jill就是她的夫人 Jill Biden 在选后 做世大会里面 她的表现是远远比拜登 你的夫人都不是政治人物 Jill Biden的说话的表现 被你站在那个地方 抹个口 那个拜登 那个丧丝一样的拜登 一个老到枯毁的拜登 完全是不能够同日而语 现在的情况是囤租的 反映了民主党内的焦虑情绪 民主党内部对这件事的反应 可以分为两类 坚定支持 主张弃选 和官王派 即是take 靠叉 和question 那么 党内高层 例如前总统奥巴马 和克林顿 公开表态支持拜登 所以奥巴马和克林顿 依然力挺拜登 即是金元 钱财 继续做的 基本上 拜登说 I will win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有两个人 扯着他 谁呢 奥巴马 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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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希拉莉 克林顿家族 奥巴马家族 两个重要的深层政府集团 继续支持拜登 这个就是take的人 那么担忧的呢 就包括了 联邦众议院 民主党领袖 这个 Hakim Jeffries 和前议长 Nancy Pelosi 他们私下表达担忧 一位认为拜登应该退出竞选 但未公开表态的民主党众议员 说给NBC News 说 在6月28日的众议院 会议厅的表期间 有三位同僚 向他表达了同样观点 都是不具名的 很多分析家认为 民主党面临两难抉择 一方面更换候选人 可能引发党内运善 被共和党可乘自己 另一方面 继续支持拜登 可能会导致选情恶化 影响国会选举 有一位民主党的大洲主席 表示 在看到更多民意调查结果之前 他认为拜登 是击败侵侵最佳人选 这个说到尾 就是说换不了 因为为什么 这个process is stuck 因为你已经做完初选的程序 拜登竞选团队正努力稳定共变 拜登的竞选经理 Jane O'Malley Dillon 就认为 由哪两天去到6月28日 他们两天之内 籌集了超过2700万美金的资金 其实说真的 这个资金 远远低于侵侵可以吸到的金 但他暗示 未来几周可能出现民调下滑 并将责任归咎于传媒的夸大报导 其实没有夸大报导 是这件事慢慢令人反省 和觉醒的 报导引述专家看法认为 拜登团队面临三大挑战 一 如何改善总统的公开表现 二 如何回应年龄问题带来的选民担忧 三 如何在不引发党内分裂的情况下 讨论可能的替代方案 我想三个问题都无解的 最多注意的是如果拜登在获得党内提名后退出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将有更大权力去选继任者 我都说除非拜登自己肯退 当然啦 除非你威逼利友 要他退 基本上他不会退 而现在克林顿和奥巴马站在他的后面 他怎会退呢 更加不会退 整个机制就是除非拜登自愿退 否则他就是当然的第47届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 拜登本人在6月28号北卡罗罗纳州的集会上 坚称将会继续参选 但他坦诚 我理解大家对辩论的担忧 我明白那天晚上我表现得不太好 这番言论显示了他的坦诚 暴露了他面临的挑战 那你都承认 我想这件事的话 当然我认为你能够正确 该晚上我表现得不好 其实你可以表现得多好 我拭目以待 下一次的地方是9月的ABC的总统辩论大会 我看看你会不会临阵退缩 或你想又要改一大队规则 每15分钟又休息15分钟 我不知道你想想这样 报道指出未来几州的民意走向中为关键 如果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大幅下滑 而且影响到国会的选情 党内肯定可能会强烈敦促退出 但最终决定权仍然在拜登夫妇手中 其实不是拜登夫妇 是拜登这个人手中 拜登做不到决定 她的太太帮他做决定 本身已经决定了 这个人已经完完 这场政治风暴的走向 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所以我自己看的是 拜登未来的情况 我认为 Let me make a bet 他不会退 也会继续代表民主党参选 而他最后会输 OK 当然 我这个bet 是不是等于说 我们不需要你任何风险 不是 如果继续做票 选举机器 是吧 邮递投票 photo ID 一些 继续有些所谓拜登曲线 之后一箱箱的选票 譬如我最近和余杰说 他也跟我说 当时我在Virginia 他找一个county 一个county 2020年的选举 发现到 有一万张的选票 一个county 一万张的选票是可疑的 而且这件事都证实到的 一 就是那些人 根本上外州的人 都不是住在Virginia 换言之 这些人 是有这样的情况 第二 就是发现了很多死了的人投票 僵尸户口 有人拿着别人 随便 一张证件 就可以投票 死人 也可以投票 整个数目是一万 你想想 对了 我不可以做完全的 均等的extrapolation 即是将它 复制到全个国家 三亿多人都是这样 但当你一个county 都这么多人出现问题 你可以想而知这个问题 多严重 是很严重的 这个问题 如果这样搞的话 我没有办法估计整个 Rate election的问题有多大 但这件事 已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我相信 中共执政之后 这件事会展开 全国性的调查 而且要在 联邦立法的层面 而不是州的立法层面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 联邦的总统和参议院 总议院的选举 其实很取决于 每一个州 如何执行这个选举 除非联邦在这个地方硬起来 一般是derogation的原则 联邦不是很干涉州的权力 这个是美国的联邦的问题 其实美国的全称叫做 美利坚合纵国 合纵国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地方是state 其实用州这个字很奇怪 是用中国的封建那种 专制时代皇帝制的时候的名称 州、云园 其实不是这样的地方 这个state state是什么 国的意思 就是 Virginia State 维珍宁 国 北卡罗里纳州 北卡罗里纳国 福罗里达 国的意思 你合 中国 就是state 就是中国 合纵国 美利坚合纵国 是一个联合架架构的意思 其实美国说到尾是一个国联 或者是邦联 那这个情况 经过大战之后 二战之后 联邦政府开始 扩权 扩权的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 它定立一些联邦的规则 而这件事是好与坏的 就看情况而定 但我觉得起码在选举制度上 如果你选举一个联邦的总统 参议员 众议员 是不是应该由联邦 定立有关的规则 而不是给州的政府 不断把持有关选举的做法 我想这个东西是有需要的 这方面是有需要的 我想这个地方可以在宪政上予以改革 法律上予以改革 这个应该要做的 很多人就说行施有年 我们邮递投票 但这件事就是 很多的选举 就利用很多州的 或者联邦的法律的漏洞 而达成很多的舞弊情况 刚刚说的很明白的事情 这个必需要改革 接着民主党的人 左派的人不断跟我说 喂 不可以这样的三破 你怎么知道呢 邮递投票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要坐牢 或者是服兵役要投票 我没有说否定这些人可以邮递投票 这些人可以做 但是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 你不可以说 我三破 那天想睡晚点 不想投票 今天先做邮递投票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 大哥 行之有年 各位 我就说这个问题 牵涉到很大的问题 游递投票 真真假假 你怎么查 你哪有人力 民力 资源 专业 时间 去查这种东西 你查不到的 一堆堆的选票 塞入你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寄给你的选票 全部人家打印的 寄给你的 你怎么去分辨 这件事是牵涉到选举的 Integrity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美国不可以这样做的 当日规定几点钟至几点钟 你要去你家附近的票站 做到accessible 大家都去投票的地方 大家去投票 即长短票 而不是怎么成 一日 两日 三日 四日 七日 等一个月 两个月 都没出完所有选举的结果 接着call out year 即是我觉得台湾的选举制度 是相当优秀的 因为经历过中力事件 很多东西之后 改叠了很多 喂 美国总统选举 应该是这样做的 台湾很多是不堪 但这件事是厉害的 美国是不是应该要硬起来呢 身为世界最强的国家 也是科技 观念 法制 规则 最完善的国家 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呢 多多努力呢 但是今时今日 是不是需要靠 特朗普来做呢 我觉得 差不多是唯一的选择 否则是怎么做 OK 希望特朗普高票当选 也希望 美国从此 在四年里面 grade again 然后 这一条 保守主义 的道路 或者古典自由主义的道路 抗拒左派的道路 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穩守美国 基督宗教 成为美国立国 观念秩序根基 这个基本的价值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 全世界都看着美国 中共都看着美国